日前,我国的探索2号科考船搭载着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在圆满完成南海冷泉区的海事任务之后顺利返航。此次海事任务深海勇士号对一处叫做海马的冷泉区,以及在它东北方向的另外两处冷泉区进行了探索。 深海冷泉是一种出现在大陆边缘的温度与海水相近的流体。由于海底埋藏的水合物发生分解等原因,释放出富含甲烷等丁类气体到海底,像喷泉一样。 专家介绍,深海冷泉可以为处于食物链底端的深海微生物提供一个自助餐式的生活环境。 据了解,目前在全球海洋中可能存在着900多处海底冷泉区,而在我国, 已探名的渐海冷泉区主要有7个。此次深海勇士号主要是前往海马冷泉区, 以及在其东北方向的两处新生活动冷泉区,开展冷泉流体渗透的生态环境效应考察。 专家介绍,此次深前调查发现,海马冷泉区的渗透通量明显减弱, 冷泉生物的活动规模也逐渐收缩,可见该冷泉区正在进入衰亡期。 冷泉深藏于海底,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可谓相当遥远, 那为什么科学家们还要不断对其进行研究呢? 冷泉源源不断地向海底输入甲烷等天类气体形成雨状流, 如果这些温室气体大量地释放大气中去, 则会对全球气候带来重大的灾难。 然而海洋中就有这样一群神奇又可爱的卫生物可以吃掉甲烷, 换句话说等于是在帮助我们去消除游戏深入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